哎呦 我这前两天吧就该加件衣服 哎呦 这儿啊 嗯 给你捏捏 爸 有件事呢 关于同结的 我想跟你谈谈 嗯 哦 你说 哎呦 你看这报纸上登的啊 你看同什么落马官员勾结在一起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我就知道他是个奸商 你可千万不能跟这种人扯上关系 知道吗 哦 你刚才跟我说同结什么 你坐下说 爸 我就是想跟您说 同结呢最近比较忙 他没时间来看你们 哦 这男人啊 忙于事也是好事 可是也不能 不顾家人吧 嗯 你把我这个话 转告给他 嗯 知道了 哎 同结怎么还没来啊 哦 他不来了 啊 我又拍门了 哎 你放心 过两天啊 我亲自打电话去请他 哎哎哎爸 你的话我会带到的 那个 你别打着他了啊 啊 哈哈哈哈 好那吃饭吃饭 来来来 先吃 又多了一副碗筷 哎 其实这个进度啊 我们公司的账面 非常漂亮 上次的波动 在大家的努力下 我们扳回了一局 我们吸收了沸腾集团 几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股东 可现在 某些负面新闻一出 我们公司的股价 就出现了波动 很明显 是因为这些负面的新闻 产生了影响 你就直接说 是因为我的绯闻引起的 在这个办公室里面 我不想听到 某些人 某件事情这样的词语 喂 同学 好 最近忙什么呢 连回家吃顿饭的时间 都没有啊 啊 下次我一定过去 好 你这话我可记着了啊 那我就等你和良心 回家来吃饭 别忘了 我不反对 可不等于赞成 如果你和良心 不能够回来看我 那你们的关系 我要重新考虑了 别忘了 你可是在考察期里面 知道了 同学啊 有句话我想跟你说啊 这男人呢 搞事业是应该的 但是 不能不陪家人 不能不顾及到家人的幸福 你说你事业做得再大 不能给家人带来幸福感 这个事业你说有意义吗 我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啊 对 那好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好不好 记得下次带良心回来吃饭 好 童总啊 我分明记得 你再三强调 在这会议室里 不可以随便地接听电话 你屡次破例 是不是不太好了 那 我们就把这条规矩给废了 继续开会 现在几个董事的意见很大 之前那些粉纹哪 倒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 居民这几天 无缘无故地不上班 别说董事了 就连员工也在说闲话 老许跟我说过 他和你打过招呼 要求重新选举总裁 他没有跟我说 你怎么看 照这样说 我们可以开个董事会 做个样子 表明一下 你不会袒护俊明的决心 不管怎么说啊 这个位子 最终还是要俊明来做 我们只是趁这个机会啊 给俊明上一课 提醒他 不要太任性 这孩子 听说最近 你没去婚姻班主任 那边点击率下降多了 就算我在的话 点击率也不一定好啊 怎么可能 算了 我现在呢 只想把夜市做好 对了 佟俊明那边 是不是头都快炸了 我听人说 他们董事会好像是要 谈劾佟俊明 为什么 好像是因为你们俩的绯闻 反正 这次听说挺悬的 什么事 所有的股东 我再弹劾你啊 你到这儿都入气啊 我看你这个位置能做多久 当初 是你请我回来做的 我并不想做这个位置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气我 这两年 巨阵已经走向正轨 如果你想开掉我 我没有意见 你什么态度啊 你不要以为啊 我不会偷反对票啊 我求之不得 我求之不得 没有 挺好的 看来啊 趁这个机会 把他赶住集团 免得他在这里气人 您又跟他置气了 我看这辈子啊 我没有办法跟他说话 开车开车 明天赌事会要开会投票了 你也去吧 我一个女人家 就不参与了吧 我把投票权就委托给你了 好 听说明天有个弹劾你的董事会 你怎么知道 你不用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我问你 你说 如果明天那个董事会 弹劾成功的话 你是不是就失业了 是啊 我失业了怎么办 没怎么办啊 失业的话 就我养你啊 你养我 你一步子过河 自身都难保了 你要养我 也是 你嘴那么刁 哪像我这么好养啊 这么快就放弃了 如果你每天都愿意吃青菜豆腐的话呢 我还是愿意养你的 你要 你真的愿意养我 有那么好吗 当然了 我晚饭没吃 没吃晚饭 那我帮你做啊 还是你做饭好吃 你咬我啊 来 坐坐坐坐 现在可以数票了 董事长 现在票数持平 所有董事都投票了 现在只差马洪伟董事 这个马洪到哪儿去了呢 董事长 马董事平 转过来看看 大家早啊 不好意思啊 我在外地旅游 有点时差 刚才闹中那儿了 起不来 所以来晚了 请大家见谅啊 我就直说了 我赞成 俊敏继续流 不用 这两年 大家也都看见了 他的功劳呢 是有目共睹的 希望俊敏呢 能够再急再厉 不要辜负大家对你的希望 结果很明显 俊敏可以继续做 剧阵国际总裁一职 请多多同一职 请多多余她 非常明显 看上来 有点重育 还要追究呢 还要再加上 好 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有什么事吗 这些照片你应该很熟悉吧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不是你拍人去偷拍的吗 佟总 你开玩笑吧 怎么可能 你打的什么算盘 我心里有数 这件事情 我可以不计较 因为你毕竟 为集团做出了很多贡献 你也算是个功臣 但以后 如果让我发现 你还有别的企图的话 我绝不手软 我跟我爸不一样 你应该知道我的做事风格 你可以出去 你可以出去 好